AI你自己变得简单到不能再简单 只需要一张自拍照 再花个几分钟看完我这支视频 你就能做出这样的 这样的 这样的 和这样的 跟大佬们的合照呢 完全没有难度 最近光影又火了 于是我又做了几张 像这样子的点赞 还有这样子的订阅 把它放大之后完全看不出来 我原来藏了一些中文字在里面 今天就给大家介绍 三种AI换脸的方法 文生图 图生图 还有文字光影加AI换脸 大家可能会问说 怎么又来做一集 没错 这一集是最重要的一集AI换脸 因为它是最简单的 如果你只有时间学一个AI绘图的软件的话 那所有人都会告诉你 就是Stable Diffusion 没有之一 在本期笔记里面 点一下Run Diffusion就能上Stable Diffusion了 到Run Diffusion这边选五毛钱的 Select 然后Launch 大概要过一会儿 它就会出来一个鼎鼎鼎的声音 你可以随时停掉它 停掉它的时候是不会差日之后 你没有用到的钱的 那进来之后呢 它会直接就把你放到了 Run Diffusion的Photorealistic的这个模型里面 但是没有关系 你把正题式词和副题式词 全部都抄过来之后呢 改一下这个Sampling Method 我比较喜欢用的是DPM++RM Karas 然后我先什么都不改变 生成一张图给大家看看 如果没有换脸的情况 它会生成什么样的图 它就是生成一个怪怪的 就是满脸都是青金的女生 那怎么样把自己的脸换上去呢 如果你喜欢这幅图的话 你可以固定种子 就是点一下这个绿色的种子 然后在ROOP这边打开ROOP 上传你的自拍照 然后记得点一下Enable 再生成一次 我的脸就被换上去了 是不是很神奇 那如果你想要换个种子的话呢 就点这个小筛子 它就会随机再帮你选一个另外的图 那-1就代表随机 你看这个是不是就把我的脸都替换上去了 超简单 就是这么神奇 换了一个提示词变成精灵的 我觉得这个好好看啊 我要多生成几张的话 我在Batch Count这边 就调个四幅好了 然后让它生成四幅不一样的图片 但是都是精灵 四幅图给大家看一下 这每一幅图都好美啊 就全部保存吧 比如说男生的话 就可以找到这种像狼人一样的 去换个脸 你可不可以先抄了一个 不知道什么样的提示词 把我变成男人了 哇好musculine啊 那个胡子长得好长啊 到时候我会给大家放在本期笔记里面 那这个提示词在哪里找呢 就是在Civet AI的网站上面 它有一个run diffusion的模型 然后你就直接去这边抄提示词 正的负的都可以 这是正的 然后下面这是负的 还有它的生成的模型啊 CFG scale啊 步数啊 这些全部都告诉你了 网友问 能不能弄服李小龙的合照 我说可以 没问题 安排 于是我就找了他跟他太太的合照 我用了一个免费的软件 叫做snip paste 把我想要截的部分选中 接下来我想要复制的图 这边有一个copy 直接copy 然后到了run diffusion的网站 那就来到了run diffusion的image to image 下面的inpaint 记得要点image to image 之后再点inpaint 然后直接点ctl v 就把这幅图粘贴到这边来了 然后呢第一件事情 我一般是先点一下这个小指尺 就是把上面的尺寸 这幅图片的尺寸给放下来 所以你看到的宽和高就在这边了 那第二件事情就是把这个脸 要换掉的这幅脸涂掉 好涂完了之后呢 我们同样的还是要加一个roop 点开roop 还是上场我那张自拍照 enable 那这张照片其实生成的是 稍微有一点难度的 因为它是一张黑白照 所以你还是能隐隐约约看到 我是有点嘴唇的颜色在里面 但是这一幅图呢 它除了要改变mask blur 就是它的这个边缘的语化之外 我的mask blur是设置在9 然后我要把cfg scale提得很高 因为它的底层是一个外国人的脸 跟我的脸呢是长得非常不一样的 所以我就要把这个cfg scale调到8.5 然后denoising strength 我也把它调到0.85 在下面这个部分呢 我要加了一个control net 因为我要知道这是个人脸 因为我图的部分呢 它有三个人 而且每个人的动作都不一样 脸的朝向也不太一样 所以我是在这个地方 好给大家再演示一次 我本来是没有图的 control v 就把这张图再把它贴到这上面来 然后我选择是enable open pose 然后其他都没有管了 好生成出来的这幅图 我觉得还有一点点像 还要跟大家讲一下的就是说 在roop这边呢 它的这个参数啊 我们本来是0 就是代表这张图只有一个人 但是如果是有几个人的情况下 就是从左到右这样子数是012 这幅图其实有一点点难度 因为这个女生的脸跟小baby的脸几乎是在同一条线上面 但是看到小baby的这个脑壳好像稍微更快的进入这个荧幕 所以它是012 这幅图又生好了 就是嘴唇的颜色没办法 我觉得其他地方我觉得已经非常满意了 来一幅新的图一样啊 就是第一件是control v 把这个图发在inpin里面 然后点一下小直角 之后下一步在control net 再把这幅图粘贴上去 还有很重要的就是说 你要看一下这个要换的脸是在0 还是在1 还是在2 3 那因为我要换这个Sindy Crawford的脸嘛 所以我是在1 我要把它换成1 然后这个时候再去点generate 好了商城出来了 这个没办法 因为它本身这个脸形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到时候还可以继续拿Photoshop稍微修修脸 我觉得已经很好了 那再换一幅图 比如说这个邓丽君的 同样把这个图复制一下 来到run diffusion的inpaint control v把它放到这里 点一下小直角 改变一下把它这个长宽都抄到下面了 再把这副open pose的给放上去 再看一下这个脸是01在1的位置 所以这边填1 这个时候再来画脸 画笔的大小可以在这边稍微拉大一点 画好就可以generate 这副有点像 这副有点胖 没事到时候后期我还是可以把它瘦脸瘦回来的 大家可能会问呢用text to image的方法 能不能够把两个人给画出来是可以的 但是它的掌控性就真的没有那么好 给大家看一下 我就变成了女elon mask 然后就整个脸垮掉 来再下一张 这张其实我觉得我这边还画得不错 但是那个elon mask的脸就是很怪 再来就是elon mask的脸 被我的脸给贴上了 那最后一个就是要生成这种带阴影的图 其实呢我都给大家看到了我的这个底图 就是在这边点赞订阅 我本来是白底黑字 但是我发现白底黑字的效果没有黑底白字的好 那这个是我做的加号 这是做出来的小加号 你打开看的时候呢是看不出来 它是有个加号了 但是你离远的话真的就是一个加号的光影 你看就是一个小加号 那像这个也是小小的你看到点赞 但是把它打开之后完全看不出来哪里在点赞 那这个光影呢我是在Canva上面做的 比如说我不要这个加号 我就要个铃铛 因为希望大家都打开小铃铛 那我把铃铛放在下面哈 把它下载一下 回到run diffusion 在第一个control net 把刚才的铃铛上传到这边 然后preprocessor选none model可以选brightness 我们之前也经常做二维码的时候都会选中的 那control位呢我发现我的比较好的 我试过很多啊 是0.35 然后control step是从0一直画到0.5 0.6这个位置吧 就是在这个之间就会比较好了 然后呢我再随便找一个提示词 去save it.di 这个很漂亮啊 首先第一件事情呢 就是上传好铃铛之后你要把它推上去 这推上去呢它就会把它的长跟宽 变成跟你上传的这幅图是一样的 然后再去generate 好了这些图都出来了 有没有看到好美啊 每一幅图都好漂亮啊 真的是太美了 拉开看真的是看不出来是有铃铛啊 但是稍微离远呢就有能看到这个铃铛的样子了 当然还是可以去改一下 就比如说0.35一下 然后那再重一点的话就0.4 那当然都可以生成啊 我这个也是开了roop的 那roop就是超级简单 你只要把它点开enable 什么东西都不用改就行了 所有东西都设置好的时候 你就只要换一个提示词 我就是换了一个狼女孩的提示词 它就会出不一样的图片出来了 所以你看这个铃铛就变成了毛 还是蛮好看的 哇每一张都很想保存呢 都好好看呢 那比如说我不要铃铛 我要打开 因为大家要打开铃铛 再换一副底涂哈 那这个时候如果我要变成打开的话 就重新再生成就好了 好了已经生成好了 这个打开 诶这幅好好看啊 怎么每一幅都那么好看呢 好了你已经全部学会了 记得收藏我的视频 想要做的时候记得回来认真的看几遍 AI换脸我们在现实生活中 能够拿它来做什么呢 对就是可以做正装照 就比如说你不想要去买什么西装 直接用AI帮你换个脸 那怎么做呢 首先来到笔记里面我们的图库 你有没有看到这个正装照 长发美女 点开之后 在这个地方有一个copy to clipboard 直接点它一下 回到Run Diffusion 在第一个放提示词的地方 全选完之后 Ctrl V粘贴 然后点一个这个往下的箭头 它就已经帮你把所有的参数都设置好了 然后放一张自拍照在ROOP这边 Enable Generate 好了就已经出来了 我们看一下图片怎么样吧 第一张是黑白照 但是我觉得一般般 第二张我觉得这张已经非常好了 再下一张还是黑白照 有时候它是会出一些黑白照的哈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因为我的固定的这个种子 它出来的照片非常好 但是呢它经常会出黑白照 你就可以点一下小筛子 让它变成副衣 也就是随机重新再生成 我觉得这张还不错 这张也很好 要知道professional的这种照片 一般来讲要100到200美金 你还可以随便换发型 换背景 那不省了多少钱呢 连发型室那边都不用去了 那你可能想说 那光有女生怎么办 没有帅哥 当然会给大家准备一个帅哥哈 正装照的帅哥 一样是copy完了之后 在第一个提示词里面 粘贴用小箭头生成 我是把我自己的脸放上去啊 大家可以把自己各自的脸放上去 因为呢你还是要稍微懂一点 stable diffusion的prompt 也就是提示词的 那提示词这个部分呢 我会在这个礼拜 把它放到我的课程里面 那我也会给课程的学员呢 一个更丰富的图库 你只要一键复制 就可以把所有的提示词 stable diffusion的提示词 抄到stable diffusion里面 所以记得一定要去看一下我的课程啊 将来我儿子应该挺帅的 要是 哇 真的不得了啊 那本期笔记里面呢 也提供给了大家所有的步骤 不会的话呢 就去看一下就行了 所有的这些图生图 如果你没有成功的话 再看一遍啊 还有文字光影跟AI你自己 所有的图片和prompt 全部都放在底下了 那最重要的就是 要去看一下我的课程 那我最近呢 也听了一下 Naval Revicon的最新的播客 Naval Revicon呢 他是AngelList的创始人 也是投中最多独角兽公司的 一家创投公司 那他呢就曾经讲过啊 如果你想尽可能多的赚钱呢 那你想以一种特别确定的 可预测的方式 在一生中致富 那就应该站在潮流的最前沿 研究技术设计和艺术 Become really good at something 我听过他的这个播客 链接我也放在这边了 我现在看到很多人 都有同样的感觉 就是AI的技术呢 对于普通人来说 我们应该是研究它的广度 而不是深钻研一个领域 因为我们不是专家 就好像开车一样 每一个人都需要学开车 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需要研究 引擎是怎么做的 所以我的课程也是在 AI工具的研究方面的广度 应该说是市面上最广 最实用的内容了 所以大家记得一定要去看一下 今天最大的新闻呢 就是Meta 它出了一个多模态的大模型 CM3 Leon 那在我的newsletter里面呢 都会有一个链接哈 你只要点完之后 它就会直接跳到Meta这边来了 那Meta就说他们的CM3 Leon的 这个模型呢 就是现在可以文声图和图声文 而且比过去的模型要快 就比如说文本转图像 图片质量不高哈 那再来就是文本引导图像编辑 也就是刚才我们做的这个 InPink里面的Mask 那它也有像谷歌一样的对话能力 就比如说这只狗的照片 然后呢你想问它 狗携带的是什么 是个棒 让它非常详细的描述 这个图像 它也说在这张图片中 有一只狗叼着一根棍子 里面有草 在图像的背景中呢 有树木 哎 还讲得不错啊 那还有呢就是说 给出定位啊 它就是给出一个坐标 然后呢 让它生成一个厕所的图 它就生成了这么多图 里面有一些红色的框框 那这些红色的框框呢 就是它给出的定位和文字的提示 它就生成了这些图 还有图像分割 就比如说这个是个鸭子 让它分割鸭子跟旁边的水 它就分割出来了 然后再让它生成一些新的图片 是根据之前的图片 生成新的图片 那下面呢还给了一堆的例子 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那Stability AI也出了 Stability Doodle 就是你随便画一个东西 就会生成一个以你画的丑图 为基础的漂亮图 那再有就是AI要抢饭 这个好莱坞 然后呢 好莱坞的这些灵眼呢 都大罢工 但是呢 我觉得他们真的是应该要学习AI 而不是因为这个事情而罢工 如果罢工有用的话 我们今天还点着油灯 坐着马车 好莱坞的东西